国军跟对岸的共军都是中国军吗 这是空军退役上将夏淫州 去年六月在北京辛亥百年研讨会的时候 那么所讲出的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 引发马总统的强烈不满 那么事后夏淫州也全盘否认 没想到现在大选刚结束 他又应邀到西安去参加西安事变研讨会 他又失言了 在众多的中国学者的面前 他就说出国共两军的理念不同 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是完全一致的又一发争议 我想国军共军可以讲理念不同 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新标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夏淫州书的慷慨激扬 马上换来大陆少将罗元的大力赞赏 感谢夏淫州书的致辞 每次听夏淫州将军的讲话都感到热血飞 去年六月 他的北京参加辛亥百年研讨会 曾因为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这番话 掀起政治口水战 当时夏淫州一回台湾全盘否认 但是大陆媒体马上大力赞扬 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 这句话真的是可圈可点 而且我相信呢 今后在两岸的这个关系史上 会有他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 国军的这个高级将领的 这是他们真心的这个想法 如果是以个人身份 对于自己的统独立场 当然能够自由表达 但是仔细听 这是一个中国老军人 发自内心的肺腑之人 让我们两岸军人 两岸人民 大家携起手来 共同捍卫主权 大陆军方把夏淫州 当成台湾退役将领代表 这样的中华民族统一说法 势必将被认为是台湾军方的立场 誓言风波恐怕影响深远 三地新闻 中国报道